喂 各位大家好 我是華奇Sir 歡迎來到這個全面戰爭特洛伊的新的DLC 這個DLC的名字已經連人都不記得了 如果你看這條影片 這個衰索斯禍門龍 基本上一個就是埃及 一個就是這個大概在特洛伊附近 但是為什麼我會特意拍這條影片 我想說一點點 我也是一樣 我得大家這麼多的支持 可以拿到這個DLC提早一點 去看一看 現在這個遊戲還未出 但是問題在這裏 這裏他講了這裏 有字幕那些 在官方網上其實有的 免得你 其實你已經看完這次DLC有什麼新的東西 也都解釋了這個派系有什麼 但是我在意的其實不是這些 為什麼會特意拍這個前面的影片 那其實就是 首先就是第一 戰役它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玩法 那其實基本上跟這個WARHAMMER那裏 非常類似 甚至其實三個都開始跟著這些模式 那我覺得在全面戰爭的方向 其實是一件好事 那只不過就是 因為我自己真的比較少玩戰役 那其實對於我來說 其實我不是太多在意 那但是因為它不斷有不同的新玩法 還有那基本上就是有越多不同的東西 那另外這遊戲其實更加耐玩 那只不過我自己的少玩戰役 就是不代表其他人少玩的 那所以我覺得是一個好的改動 那另外我們可以更加期待 將來基本上所有的全面戰爭系列 都會傾在這種模式 那你見到這個特內伊 基本上就是這個資源分開了 就是有四種資源 不是只有錢任單一 我們見到它的兵 它的操作方面 其實是更加完整的 那我特意拍這個 就是因為如果我沒有收錯風的話 這一隻的DLC 將會是特內伊最好的DLC 而特內伊也會完成開發 那雖然特內伊是一個Saga 它說明是一個短的或者小的遊戲 那但是一隻遊戲它說明已經開發完 但是其實多人對戰從來都沒有起碼過 那然後呢它也都 我之前也曾經說過 就是說喂 你將這個神話模式 放在DLC後面 你買完這遊戲 還要付錢買DLC 才玩到神話模式 而這遊戲其實 根本上就是要有神話模式才好玩 那是有一個問題在 那我跟我們Discord Group 很多其他人都有講過這些問題 其實這個 這遊戲或者整個CA 它有一個問題 它真的很多東西都放在DLC 是有一點點噁心的 那我拿這些遊戲的時候 我曾經得到這麼多位支持 有這個認證 我就是我個人的承諾 就是我會帶出最合理 和最誠實的意見 那所以這個意見呢 就是我還沒玩這遊戲 那我就這樣看完這遊戲 說真的 是不是真的好玩呢 你的DLC是不是真的要買 說真的 你玩特洛伊 你是玩武馬圖城技 因為武馬圖城技 開頭已經有齊了 你周邊的DLC 這些派系加完出來 是不是真的加累這遊戲呢 甚至呢 你這個 你說特洛伊附近的派系都還說 但是你說埃及布洛伊 神經病 隔整個海 你這樣走到水 才跟他打到場 真的好像找東西來搞 找東西來買 那這樣 那這裡 我們就 這樣看完了 所以這句話 我就回到我們的遊戲 好 那 遊戲呢 我們拿了 那我看一看 這個瑞索斯 那 原來有這個 色蕾絲儀式 這些全部都是 這些叫做什麼 咦 我讓我弄大聲一點 那 那 就是戰役上面的東西 那 我盡量有機會 就看看試不試到 那基本上就是 你佔領的地方 然後呢 你就可以叫一些森林裡面的兵種 而這些兵種呢 基本上就不會浪費資源 那但是 其實猜到猜到一些森林的兵種 應該就不太強 那 這個呢 就應該是我看完之後得到 那 那我看回這裡的兵 平原兵 山地兵 森林 其實呢 這些呢 我自己有一個這樣的看法 現在呢 就是全面戰爭系列 因為他們很流行呢 就是出席 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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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呢 其實是跟所有的兵 是完全一樣的 其實一個名字不同的 那它一樣的程度 是誇張到 好像 這個什麼 三國裡面呢 你見不記得呢 那些什麼什麼 姜族兵 什麼什麼 輕格步兵 什麼鬼 其實每樣東西都差不多 但是其實價錢一樣 打起來都沒有一樣 那 我真的不肯定到底 其實這樣做完一些名字 它要說 新部隊 是不是真的新呢 完全不新 我覺得呢 根本上大家都有的 那看回這個門龍 發佬的附從 那看得出來就是這個埃及那邊 那一會兒 那我可能會進入這個戰役網 看看 它應該會隔著我 那但是呢 有些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立即建造 給錢 立即起源 建築物 這個其實很重要 有時候呢 你明明打很多的東西出來 比你多錢 但是你不能夠影響這個建築 拖場來玩 其實都幾麻煩 好 平衡交易 這一點我自己很喜歡 那剛才呢 我們看剛才那條片 其實以前你做交易 現在特別我最初我認真開始 玩全面戰勝 其實是這個羅馬爾 羅馬爾呢 基本上你每一次去交易 他說不行 你咦 又要再來慢慢 試試到可以 其實現在 其實三個都有 三個 我們知道這個平衡 交易的方式 是好很多 其實特朗伊是做得比之前更加好 我試過玩戰役 雖然就是戰役的場 就完了 那就是 沒有去到完全輸了 我真的沒有心情玩 那我就 去到某個地方 那就停了 但是 是提得出來 它的交易系統 真的真的好過以前 所有的全面戰爭遊戲 那我們期待 全面戰爭 戰爭3 應該就沒有這些東西 似乎不會有 因為其實它都是 拿著一同二的 引擎去做出來 但如果將來 還有一些新的 全面戰爭遊戲 這個平衡交易 非常之好 然後這些 安插顧問者 讓你去看別人的地圖 其實都 好 這個我覺得有點做壞 因為 你可以說是 開光看一點點 但你沒有理由 好像剛才我們看的影片 它全看了地方 基本上就是 你不死偵察 那 好啦 這個島區貿易 這個沒什麼所謂 這個鬼 聚落 廢器 就和戰爭一模一樣 好啦 看完這個就開始進去 那我們就 看回新的 我們不是數戰役先的 我們先去看看 我們不如看看 它的新牌 有什麼 我們看看 色雷斯人 色雷斯人 我們先看看 這個實話模式 好 那這個 朔 朔 朔 甚麼鬼 朔 朔朔 朔朔 那麼 其實我其實好笑 所以不知道技能怎樣 你看到它 是一種 屍屍級英雄 就這樣看它上來 功成者 傳說騙卡 打耐力戰 這個就是防禦型的 好了 那有什麼冰種呢? 雙手褲冰 那些冰其實一進去應該是很帥的 不如我們就選擇就選擇 按了大規模戰鬥 那我們就按了所有的冰 就全部都可以摸一摸 這樣就... 當像我們之前 那神話那些我們就不按了 因為其實沒意思 神話之前其實已經拍過影片 那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有個龍門人 埃塞羅比亞人 對不對 我們看看 對啦 門龍 我們又是 對鬼看這些冰出來 那他就... 這裡說冰種多 但是其實... 當大家每隻冰都差不多 沒什麼特別的時候 那我覺得... 是不是真的需要到這樣呢? 好啦 那地圖這一邊呢 就... 暫時是這樣啦 那... 我是進攻防 我做防守防 好像才可以看到別人的 咦 這裡又沒有了 好啦 那這裡呢 痴鬼時候又要按過 因為我是防守防 才可以看到別人的兵 不過不重要 因為如果真的按不到的話 我可能進去暫停 這樣看一看 但其實都應該沒什麼特別意思 因為... 那些冰應該就這樣按 差不多 那... 好啦 我看到兩邊呢 它是新兵種 即是所謂的新兵種 其實一模一樣的 那... 我們隨便進去 就看一看 那... 那... 我就可能會跟大家講 少少少 我自己觀察到 傳展遊戲有一些問題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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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單位有一點問題 其實你剛才看他的行動 已經是看到 但我忘了提出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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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那... 先進去 好...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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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大概就排好一些兵 這邊就是近戰步兵 這一堆就是遠程兵 後面就是戰車 還有我們的英雄 就從這裡開始數起 那我們就先看看我們的傳奇領主 其實都蠻帥的 其實在特樂伊的畫面上 我從來都沒有說真的投訴過什麼 其實是OK的 那他就沒有什麼特別 我想那些技能我們都未必會真的試得到 說真的有香港人有多少人玩特樂伊 好 森林居民 這些穿著布衣服就是要斧頭 山地兵 我們看看一個就是破甲 一個就是普通的飛破甲板本 其實基本上 你看看那些數值幾乎是一樣的 平原兵基本上就是拿盾牌 但是呢 又是這個山地兵或者什麼鬼 就升級少少 差不多一模一樣的東西 你看那些數值幾乎完全一樣 這些就是槍兵 那我跟其他槍兵我看不出是分別 這隊的東西呢 又是 同意 跟普通的槍兵的分別在哪裡 我看不透 這些又是高級少少 有沒有什麼特別技能 強法質疑防禦 那這類的東西我相信 想得說少少少 這類的什麼 強法質疑防禦 或者是 無辦法包圍的那些 我真的不太喜歡 全面戰爭 尤其是對於我來說 是看你怎樣執行你的戰術 你的戰術其實應該要大過士兵本身 因為 如果你的戰術運用不二 理論上就是 你對兵就算有多厲害 都應該是會被你戰術上面打輸 我就不太喜歡 全面戰爭現在開始傾向 在玩這個包戰打 那當然你每個遊戲 一定要包戰打 但是包戰打的影響力 特別是有什麼堅不可摧 無法質疑攻擊 有些 這些就是很多 粉露衝鋒 那這些就 應該衝下去之後 會 就什麼鬼 即使是前線衝鋒 這支部隊都可以質疑攻擊的程度 咦 這個OK 但剛才有些是質疑抗生 是不是 這裏是質疑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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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兵中克制 我不是說完全不好 但我覺得 全面戰爭遊戲 特別是歷史系 其實真的不可以做這些 好了 特殊遠程 可能是標槍 這些就是羅馬年代的特別多 好了 這裏有什麼兵呢 看一看 看看 雙虎 又不夠神話那些那麼英俊 神話那些 有頭人 就更加英俊 對不對 那這隊呢 我完全看不出 什麼 好了 sorry 雖然你的感覺上 好像很傻 但是呢 特殊遠程 我真的沒有放太多心機下去 我知道 這遊戲其實 是做得不錯 但是 完全缺乏 這個多人戰鬥的情況下 我真的看不到 我真的 有什麼會令我吸引 玩下去 這個彈藥 14支標槍 我自己覺得 我比較喜歡 就是這個全面戰爭遊戲 比較傾向暴力平衡 只是我玩任何遊戲 好像 攻箭這裡有24支彈藥 標槍有14支 好了 我們看一看 看一看標槍 嘖 你覺得一個人 可不可以拿著14支標槍 走向戰場上跑步呢 是沒有可能的 說真的 你6支標槍 我都已經覺得很死盡了 14支標槍 三角更加跨著 三角有60支戰 60支戰 不知道看到這支戰童 這個是他們的特殊弓戰手 我們看不回 隱藏的技能 也有的 強攻兵 基本上有技少少 沒什麼特別 這些戰車 應該就是輕型 和中型 然後 就是重型 戰車 沒有什麼分別 戰車 攻兵 形態 和標槍 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多人對戰上面 它這種分佈模式 是做得好 我的意思是 兵組其實差不多 有不同的版本 好像我們玩戰材 都看到 有很多就是 他們有不同的版本 可能有些雙手版本 有些持盾 其實是好事來的 只不過就是 當你的差別分得很清楚的時候 和你的陣型 沒有這麼講究 看一看他們這些兵 就是我們如果 玩歷史系的時候 你會說 我要放些什麼陣 出來 正面交鋒的時候 是好一點的 正經一點 說完對面的部隊 看到有 這個 恆褲守衛 護甲極之良好 劍兵 這個 虎盾兵 劍 sorry 我真的覺得好像沒什麼意思 這些 其實跟剛才 戰場醫療 交戰 他未受到攻擊之下 可以 可以 恢復 ok 這個不錯 這個其實就是 我可能之後會拍一條片 說如果我弄一些全面戰爭遊戲 看會有什麼feature 這個其中一個feature 是我自己 有想過 說真的你打仗 特別你玩全面戰爭 你知道 兩隊士兵正面打的時候 你是不會一打就死 就像是受傷的 這樣 你一脫離戰場可以補血 這些其實是真是 很合理 而且是令到你的 戰場更加多樣化 你不會說 死打死 即是 硬吃 這樣 好一點點 這個feature 劍士 那 我看看我將來 或者這樣 如果你們喜歡達羅伊 不如留言 你會說 我喜歡達羅伊 拍多一點達羅伊 那我也可以 但因為我自己的觀察 其實真的很少人喜歡達羅伊 好 我們出來 就看看他的戰役 那我就對於 等等 難 我們看到 有 卡曼蒙 關係 我們現在 是要看 他的戰役 在哪裡 達羅伊人 達羅伊人 門龍 我們看到門龍 還有 兩邊都屬於達羅伊 我們看一看他就開始了 特羅伊 特羅伊是這裡 他去到這麼... 這麼遠 其實 是不是真的算了 特羅伊 我覺得比較好 好 那就 悶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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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跟我上了一點點不同 悶龍這個 就是你的埃及 雖然很遠 但其實他就 不是埃及那邊 他可以在埃及那邊叫兵來支援 這樣就應該合理很多了 你看看 地圖鑽是這樣的 那... 有沒有興趣看呢 我真的沒什麼興趣玩下去 如果你真的很想看 那我就玩 如果不是的話 我覺得 就真的不需要 好 這次的DLC介紹 不是講解 祝這麼多 大佬武運頻道 拜拜